美国政坛有新政党诞生 而且这个新党领袖是你我都不陌生的 台义美籍企业家杨安泽 美国时间27号杨安泽宣布成立中间派新政党前进党 前进党是由三个政治团体合并 数十名前共和党与民主党成员共同组成 杨安泽与共和党出身的前纽泽西州州长惠特曼是共同主席 党刚主打振兴经济 让美国人民在选举中有更多选择 前进党援引去年民调数据指出高达三分之二的美国人 认为国家需要第三党 根据杨安泽在推特的分析图表显示 就政治意识形态划分美国的自由派选民有百分之六十六民众支持第三政党 保守派选民当中也有百分之六十五 杨安泽表示目前前进党有五百万美元约新台币1.5亿的预算 并有稳定而且充足的捐助者 杨安泽号召力如此强大 但他到底是何举人也 现年47岁的杨安泽是台湾移民第二代纽约长大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2020年争取代表民主党角逐美国总统大位 去年还以民主党党员身份参加纽约市长选举 尽管两次竞选都失利 但杨安泽累积不少草根选民 这次杨安泽要拼美国政治第三势力 情景党从秋天开始要到美国各地举办造势活动 预计9月24号在休士顿正式建党 立拼2024年总统大选 今期晚张力王竹英报道